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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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往返日本朝鲜商船上的翻影 频繁地掠过焦江口 元代的海上曹运 赖季风而长驱渤海 在正和下西洋的号角声里 则声唐着大尘山鸟鸟的吹烟 焦江历史上曾被称为海门 明家境年间民族英雄七纪光 魂筑海门卫创立七家军 九战九劫剿灭倭寇 鸦片战争中 定海三总兵之一的葛云飞 亦曾驻守海门击捕海盗 1955年1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 一举解放了焦江口海面的一江山岛 随后国民党部队挟持军民 逃离了乡邻的大尘岛 留下了荒无人烟的战争废墟 在团中央的号召下 台州温州的英雄儿女 积极投身大尘岛建设 树立了新中国肯荒青年的群体形象 为焦江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想在沉中木骨里的 是一种文化的情怀 沉随之际 中国佛教第一个本土化宗派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 在张安重泛寺建造了中国最早的放生时 而他的弟子张安大师冠鼎 则秉成遗院 缔造了天台宗祖庭国庆寺 传说 冠鼎在张安设境寺将经说法 遇海盗来袭 周围山上神兵呼陷 经退凶丸 此地因而取名为山兵 清末民初 又一位焦江人地贤大师 传承了智者大师的香火 成为了天台宗的第四十三世祖 时光流逝 冠灵和地贤的国号 早已随风飘送到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的丛林兰若 弘扬着一念三千 三地圆融的东方哲学 印记在古街巷末中 是一种文化的风流 自西汉至初唐 焦江的张安 一直是中国东南沿海 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号称东南一味 西北一猴 焦江诞生了北宋著名诗人杨潘 振兴台州文脉的南宋大儒石敦 元明时期首次选定 唐宋八大家作品的学者朱又 晚清放眼看世界的王永黎 现代美术家朱宣贤 等一批文化名人 东欧书院则是 既现代焦江的教育圣地 当一曲高山流水 在风山之巅奏响 一派儒雅中展开的 是一部中国文化传承的家族史 古琴演奏家徐军乐 和他的父亲徐宽华 曾祖徐月秋 皆为一代大师 祖父徐元白 更被誉为 从政这派古琴第一人 书祖徐文静 则是以金石学名作 古咒汇编 文明于世的古文字学家 充满自信 饱含情怀 文采风流的焦江 在漫长的历史中 悠然走来 低调而坚定 文化 只有创新才能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接 古老的海门关前 矗立着一座 现代化的剧院 舞台上正在演出 海州乱坛新编历史大戏 《七季光》 在灌顶奖金退道的地方 清代戏剧家李慧清创办了 山兵高枪班 并逐渐演变成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台州乱坛 三百多年后 台州乱坛成为了戏剧活化史 而政府的抢救和剧团的创新 让台州乱坛 闯进了万众瞩目的央视充满 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并且远渡重阳 斩获了欧美第27届国际文化戏剧节 各能奖 台秀 由清末天主教的修女传道教教 俗称天主堂化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台州刺绣创造了抽绣 拉绣 雕绣 香贴等针法 在中国刺绣工艺上 无数一致 是中西方刺绣文化交流的见证 进入新世纪后 台州刺绣走上了推陈初心和产业化之路 在杭州G20峰会 伦敦中国设计节 瑞士浙江省 为物质文化遗产展上 绽放出国目的光彩 同样 杨维中用的玻璃雕刻 则在工艺美术大师 吴子雄父子的带动下 建起了我国第一家玻璃雕刻艺术馆 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巡回展示了中国特色的透明世界 创新无耻尽的焦江文化 寓意了一个丰满的文化符号 风山 风山不只是一座文化之山 更是一个响亮的文化为民品牌 两年一度的风山艺术节 则是一场群众文艺的盛宴 融合了全国十大民俗类节气 金手指奖 支撑风山这一文化品牌的 是焦江着力建设的四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 儿童魔幻剧场 视觉艺术大展 农民文化节等一大批高品位的活动 让主城区四处飘 四处飘荡着优秀文化的乐福 图书 演出 电影 展览 四项乡 在村民们的家门口 花起阵阵 先进文化的热风 在保护中传承 在开放中创新 在发展中共享 文化的焦江正朝起海门 滚滚向前 解放 一江山岛战争遗址 筹划申报世界军事文化遗产 焦江老街 融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张安老街被评为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七季光纪念馆 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风山西路的老粮房门创源 成了焦江又一个崭新的文化平台 九百多年前 南渡的宋高宗赵构 曾在《丰山清修寺》里 写下了他的期盼 清修风景 千年载 沧海阳兰 一笑爱 而今 焦江文化就像欢乐的浪花 在创新理念的指引下 以守善之躯 文化强趋为目标 奔向沧海灿烂的 为你爱 《丰山清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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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